不知道你們在進行完上一週的課表之後 這禮拜身體感覺怎麼樣呢? 歡迎收看Wiz for Life 15週變強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梁哲瑞 這禮拜是我們的第二週訓練 那訓練內容有稍微的調整 但是強度沒有差太多 讓我們來一起看這禮拜的課表吧 這禮拜的課表呢 第一天禮拜二的訓練還是維持一樣 用耐力30分鐘的時間 強度一樣不變是1.5區 但短跑的距離從100公尺 提升為150公尺 距離一樣是5趟 所以在150公尺的當中維持6.0的強度 要完成禮拜二的課表 禮拜三是你的休息日 那禮拜四的課表呢 我們流行耐力會從40分鐘提升為50分鐘 所以你要用1.5區的強度 慢跑50分鐘 50分鐘之後進行100公尺的加速跑 那100公尺的加速跑呢 是完成3趟的距離 強度一樣是6.0的區間 進入到禮拜五的間歇呢 這禮拜的間歇比上禮拜多了200公尺 這禮拜是600公尺6趟 那強度呢一樣是維持5.0不變 休息時間呢是1分20秒 那600公尺的距離呢 縮長不長縮短不短 就是一圈半的時間 你在跑第一圈可能感覺還OK 但是最後的200公尺身體會開始覺得有點僵硬 跑起來有點喘有點累 這是很正常的 想辦法撐過最後200公尺 才是我們最重要的訓練的地方 那這次的目的呢 是希望你可以稍微的 逐漸習慣這樣的間歇訓練 準備應戰我們接下來 更強的間歇訓練 那禮拜六就是我們的休息日啦 所以好好休息放鬆 那禮拜天 一樣是我們的用耐力訓練啦 時間跟上週一樣 維持是60分鐘不變 強度也一樣是1.5區的強度 跑完60分鐘用耐力訓練之後 記得要去逃兩趟的加速跑 每趟的加速跑 距離是100公尺 強度是6.0區喔 OK 那以上就是這禮拜 我們第二週的訓練計畫 希望你們可以按表超課 慢慢讓身體逐漸的適應 這樣的課表強度喔 那在進行完上週的訓練之後 身體可能有一些疲勞 希望你們可以試試看 在你們的跑步姿勢上 慢慢的來磨練 慢慢的進步 希望在跑步姿勢進步的同時 可以讓你跑步變得更輕鬆 更有效率喔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 跑字訓練的教學吧 我們就從頭來開始講 全身的跑步姿勢該怎麼擺吧 有沒有看到有人跑步當中 頭都看著天空在想事情 或是看著地板默默耿耳 這時候為什麼不好 盡量在跑步的時候 讓頭平視正前方 因為這個時候 你的脖子肩膀才是保持輕鬆的狀態 不會讓你跑到後面 因為脖子緊繃 導致肩膀開始聳肩 這時候你跑步的時候 白手就會開始越來越費力 所以記得頭平視正前方 第二個部分呢 是你的擺手 有沒有看到有些人 跑步擺手都這樣 或者是這樣擺 很像機器人 為什麼這樣不好 跑步當中 是一個向前進的運動 所以你跑步的時候 如果你的手 是一直過度的上下擺 會導致你的肩膀開始上下晃 或者是開始左右旋轉 這時候你跑步向前進的動力 就被減少了 所以盡量在跑步當中 往上擺的時候 大概到胸線 胸部延伸出來這條線 上擺到這個位置就好 那往後擺呢 大概到腰旁邊 盡量在正面看起來 不要超過身體的中心線 因為當你擺超過身體中心線的時候 身體會開始出現旋轉 這時候是不好的 那兩隻手的夾腳 大約小於90度 這時候擺起來 是最輕鬆的 第三個部分呢 就是身體軀幹 到底該怎麼擺 有些人跑步當中 有沒有看到有人屁股留在後面 屁股留在後面發生什麼事呢 你跑步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說 你跑步是不是坐著跑 其實坐著跑 就是你的屁股中心留在後面 這個時候會導致你怎麼跑 都是在遠地跑 前進不了 所以跑步當中 請你把軀幹提起來 稍微夾屁股 向前進的時候 身體才會往前倒出去 而不會讓你的屁股 留在身體中心正後方 第四個部分呢 就是腳 腳到底要抬多高 要怎麼抬 這一定是大家很常見的問題 那其實腳 只要讓你的腳 盡量抬起來的時候 都留在身體中心正下方 為什麼要這樣呢 如果你沒有在身體中心正下方 腳是在後面的話 你要多一個動作 把腳從後面拉到前面來 這個時候這段時間其實是浪費掉的 那再來 當你拉過來這個時候 你的重心一定來不及跟上 著地的瞬間 膝蓋跟屁股沒有成一直線的話 會導致你的身體重心 都承受在膝蓋上 這時候 沒有傳達到屁股來減症的話 膝蓋很容易造成運動的傷害 所以跑步當中 既然讓你的腳抬起來 留在身體重心正下方 跑的時候 怎麼跑 都是在屁股下面 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跑步的時候 腳到底該怎麼著地這件事情 也是很多人發問的事情 那到底該怎麼著地呢 跑步當中 身體要承受的體重 大概是1.5倍到2倍 所以我會建議跑者 盡量是用全腳掌著地 如果你是一個初階跑者的話 對你來講 運動傷害是比較不容易造成的 但如果你已經是一個進階跑者 全腳掌著地 對你來說 可能是一個比較沒有經濟性的效果 以上這些動作 如果你可以做到的話 它可以讓你盡量保持不受傷的原則 來做訓練 在你跑步當中的經濟性 也可以越來越好喔